台灣民眾現在也很關注的就是 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連環報 光是在確診的印尼移工部分 三天就暴增了24例確診占最多數 指揮中心表示未來不排除禁止印尼移工來台 不過國內有將近八成的社福移工都來自印尼 會不會大大的衝擊看護市場 對此勞動部僅表示將會跟指揮中心開會 討論取得平衡 而勞工政縣協會則認為 與其擴大其他移工來源國 不如重新檢視國內家庭看護的質量 境外移入確診個案大爆發 光是11月28、29號 短短兩天就暴增23例 其中有高達21例通通來自印尼移工 當務之急目前有8家印尼外國人力仲介公司來台被喊咖 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因為家裡婆婆中風的關係 所以我們家本來也在聘請印尼看護工在照顧 可是現在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目前暫時也進不來 所以像我們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跟我們這種家庭一樣的狀況的家庭應該是很多 探看社福移工比例來看 截至2019年底 印尼級移工就佔了將近八成最多 來到19.7萬人 其次是菲律賓和越南移工 個別佔了12%和11% 國內需求最大的印尼移工來不了台灣 雇主也關注政府是否會從菲律賓和越南擴大人力需求 我們現階段可能要去思考的是不在於說去擴大來源國 日本他們現在也開始要引進移工來作為那個照顧人力短缺的問題 那顯然台灣在整個這個薪資的競爭上是完全無法跟其他國家來比的 勞工政系協會談言回歸市場機制 菲律賓越南籍移工不見得願意來台 會議政府應該重新檢討提升國內家庭看護質量 台灣在整個照顧的這個部分 公共照顧部分做得不好 所以幾乎大部分的這樣的一個照顧都移轉到移工的這個身上 面臨印尼移工人力短缺問題勞動部不願多做回應 僅表示將會跟指揮中心開會討論研究如何在移工防疫和經濟家庭照護取得平衡 記者對於這裡屬於台北採訪報導